穿着传统服饰 敲打阿美族传统乐器 搭配现代乐器 佛光大学传播系 圆明专班25号举行 文创记忆实作成果发表音乐会 我是敲这个 可是敲一敲手 手有点痛 红起来了 对 超痛的 我觉得是蛮好玩的 可以接触到阿美族的一些乐器 还有加入一些现代的乐器 一种传统结合现代的表现 然后还有陆生一起加入 所以我们是一个 文化交流的一种表演 擅长用竹子制作乐器的 阿美族传统乐器的阿美族传统乐器 跟乐团团长少多仪 担任佛光大学103年度 文创记忆实作课程讲师 来自不同族群的学生 上了两个学期的课程 都说收获良多 而是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他们一件一件的乐器做好以后 发现用在自己的手上来敲打 给他们礼物力更提高 很好玩 就以为是什么玩具 结果后来就碰到的时候 就才发现他可以有声响 有那个节奏 老师吹排笛 学生敲竹钟打竹鼓 师生之间默契极佳 也吸引许多师生前来观看 让这场文创记忆 实作成果音乐会 相当有可看性 记者古米亚卫巴扎克 宜兰郊西采访报导 瑶建防 拿出 暗 完 献 美亚卫 有 ann